由迅腾支持才创立三年的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 计划在美国公开募股与阿里巴巴、京东等老手竞争 总部位于上海的拼多多 预计以每股16至19美元的价格 发行856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 最高融资预估为18.7亿美元 此外迅腾和现有股东红杉资本 表示将在这次公开募股分别增持2.5亿美元 根据其提交的文件显示 在募股上市后拼多多预估将价值210亿美元 这家拥有三年历史的新创公司拼多多 是由谷歌前工程师黄真创立 黄真利用自己对游戏机的知识 将拼多多转变为新的用户体验 拼多多周一表示 截至今年6月份为止的一年内 已经有超过3亿买家 进行了390亿美元的交易 拼多多2017年营收成长了两倍 达到2.78亿美元 拼多多的快速崛起成绩 相当亮眼 阿里、京东用数十年达到的规模 京多多用三年就达到了 拼多多用社交电商的模式证明 电商市场被阿里、京东占领之后 依然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这个空间来自三四线城市 以及农村市场 根据美国SEC网站 披露的招股书显示 拼多多2017年全年成交金额 为1412亿人民币 京东成立16年才达到这样的规模 而阿里达到这个规模 也是在成立10年左右之后 在年度活跃卖家上 拼多多今年第一季达到了2.94亿 已经追平京东 而且达到阿里的一半 黄真表示 三年来平台仍在蓬勃发展 知道未来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和不确定因素 但是拼多多的长期愿景 和对于内在价值的追求 可能总不能够转化为 近期利润 高德纳咨询公司研究主管表示 拼多多在用户获取 折扣 促销 核心功能开发方面 投注了大量资金 但至今他们还没有赚到钱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